毛怪舊貓日記 蘇捲是哥哥 塞了死死弟弟 兩隻貓一開始狀況都不太好 蘇捲很常拉肚子 檢查的時候發現有嚴重的營養不良 滑膽 發燒 是隻怕人又怕貓的膽小貓 蘇捲被領養回家時 一直都躲在床下不肯出來 還好主人很耐心的引導 一個月之後他也慢慢的適應新家了 有趣的是主人家中有養鳥 怕人又怕貓什麼都怕蘇捲 竟然跟小鳥相處得很好 有鳥的作伴他們現在過得很快樂 弟弟Sylus剛被救出來的時候 跟哥哥的症狀很相似 看上去奄奄一息的 當初Sylus在收養出去後 又一直生病 在新主人的不堪負荷下 把Sylus送了回來 考量到他的健康因素 我跟長公決定要收養Sylus 雖然Sylus的身形很龐大 但在嚴肅跟男性靜的外表下 其實有一顆非常溫柔跟溫暖的心 漸漸康復之後Sylus很喜歡冒險 也參與我們一起探索世界